大家好,这里是体坛大腿,我是大腿 幸运的人运气总不会差,大腿在这里祝大家,一切顺利 2022赛季CBA常规赛正式拉开大幕 今天联赛将迎来一场非常精彩的节目战 辽民男篮对阵浙江广沙 上赛季常规赛,辽兰32胜6辅排名联赛榜首 广沙31胜7辅紧随其后排名联赛第二 季后赛当中,两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总决赛 最终辽宁男篮还是凭借着更强的实力 以及更丰富的经验,击败广沙拿到总冠军 本三季辽兰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争取未免 而浙江广沙的目标则是希望更进一步 力争成为联赛新的带头大哥 来看一下两队休赛期的一些操作以及球队近期的状况 最后大腿会给出自己对于本场比赛的预测 首先来看看辽兰的情况 作为上赛期的冠军球队,刚刚过去的这个休赛期 辽宁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保留了球队的冠军阵容 虽然郭爱伦续约的事情一度吵得沸沸扬扬 但结果总是好的 只要郭爱伦仍然留在辽宁队 那么球队就有了争贯的资本 周期远走澳洲的情况下 郭爱伦依旧是CBA联赛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他至少能保证球队的下线 有了郭爱伦这个基本盘 再加上今夏一直在美国进行特训的张振宁 新赛季的辽宁队在后卫线和封线这两个位置都有了极大的竞争力 内线方面 韩德军、李小旭、吴昌泽、富豪以及莫兰德的储备也非常合理 在这一套阵容的支持下 毫无疑问新赛季辽宁队仍然是总冠军的最有力竞争者 再来看看浙江广沙的情况 近几年广沙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2020-21赛季广沙还是联赛第七的球队 上赛季蒙穿至联赛第二 本赛季带有争夺联赛榜首的趋势 广沙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离不开球队两名当家核心的进步 孙明辉目前已经是国家队的常客 他的突破、他的防守、他的传球、他的三分 目前都是联赛当中佼佼者的存在 孙明辉的搭档胡金秋更是成长为联赛当中最强中锋 恕我之言 健康状况下的胡金秋就是CBA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中锋 至于王哲林和沈子杰都得靠边站 不过话又说后来 眼看新赛季就要开打 胡金秋却又遭遇了小腿骨折的伤病 不过好在并不严重 这次预计伤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段时间孙明辉只能独自带队了 对了,新赛季浙江广沙增补了一名新外员 现年29岁身高2.09的凯尔·威尔哲 他上赛季效力于西甲联赛 场均能拿到11分 三分命中率高达47.8% 是一名非常不错的空间形四号位 他和孙明辉的挡拆配合 将成为球队新赛季的常规武器 大家可以期待一波 今晚7.35 2022赛季CBA常规赛节目战 表情难难对阵浙江广沙 将是CCTV5体育频道 由于安排了天下足球 所以不会直播本场比赛 想要看比赛的各位球迷 需要到CCTV5加频道 或者咪咕视频 大家切记 所以你认为今晚的比赛 谁会是最终的赢家 大腿还是更加看好辽宁一些 你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大腿的朋友 记得点点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